稍微比較安靜 所以這樣認真比其實還是有點漏長 這個的優點的話呢 假設我們在飯店的時候空間比較小 你就不用整個攤開來 它也是做稍微立體式 收納上會比較好利用 它長得跟那個 Rogel Tubo那個長得蠻像 現在在摸摸媽也是XXX 男家可以不用用到這麼高檔的這樣 大家好 我們是三昌平草 今天不平草 今天來開箱 開什麼箱咩 又是行李箱 為什麼又要再開一個一次行李箱 因為我們還是少一咖行李箱 還是少一咖 我們沒有再買跟上次一樣 就是王冠的那個Boxy那個 因為呢 那個行李箱的單價也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再找我看有沒有價格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而且Boxy那個缺落也是比較不好買 而且又 那時候我買的時候只是要粉紅色 我就想說我不想再買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後來就是又找找找 找到這一個 我在某某買的 然後它的品牌是AOU這樣子 這也是台灣的品牌啦 它也是前開式的 就是上開式的 次開式 也是1比9的 這邊上面有寫它的詳細的資料 然後還有檢驗證號 啊我等一下拿進一點可以再看一下 它有四個顏色可以選 我們選的是鐵龜色的 因為就覺得行李箱還是深色的 比較耐長 它有黑色的啦 那鐵龜的話 可能感覺如果刮上 為什麼比較不會 看那麼便宜 那它呢 也一樣也是 1比9的那個行李箱 就是賞現式上開的嘛 這咖的行李箱 我覺得它有點就是防 我不能講 反正總之它長的跟那個 ROJO PUBO那個長的蠻像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來試試看 因為其實我們的行李箱 總共有4咖嘛 那這個可能就不會那麼常用 所以我覺得單價可以 不用用到這麼高檔的 現在在某某買是5380啦 它其實也有臉書粉試驗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上面 它有一些自己的測試 那它也是有通過檢驗的 先來看一下它轉起來的感覺好了 這個 轉起來的感覺 欸好像也還可以喔 好像不錯 感覺好像 也蠻順暢的 然後 欸我覺得它好像比那一咖還安靜耶 就是比那個黃罐的 你拿來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比較吵 還比較吵 你看這咖感覺就是 欸稍微比較安靜喔 有沒有 有 欸不差一點 對對對 這個 這個好像更安靜一點喔 嗯 你看喔 欸是我左手比較那個嗎 比較大一點 那我再換手看一下 欸好像也還可以喔 這個籃子的那個 它的那個轉換方向性 好像比較差一點 這個比較順 嗯 這個轉換比較順 可是這個 你如果要這樣 這樣自己這樣轉 都轉不起來 嗯 可是這個你看 有差耶 喔有耶 對啊 有沒有 它這個比起來 如果你要這樣做 好像不是那麼好操控 嗯 欸真的這樣跟針比 其實還是有點落差 嗯 各有利畢喔 那反正我們就是比較給大家看啊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沒有鋁框了 它這個就是 就是打鍊香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這邊 就是比較軟 軟的 中間這邊就是軟的 哇這很軟耶 對這很軟 這超軟耶 然後呢 這個尺寸啊 29吋的尺寸 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甚至有沒有符合 忙空公司的規定 這樣 航班高 加總之158 這樣子 158是滑航啊 滑航啊 那很多聯航 我們之前做聯航 其實也都有這個限制 所以大家就是 挑的時候盡量就是符合這樣 可以試用 航班公司的那個 長管高的尺寸限制 對就看你比較常搭哪一家 我覺得這個尺寸 基本上應該是都可以 符合大部分的 然後呢 這個拉鍊箱啊 他網站上尺寸 其實是有超過的 可是他說的那個超過 是因為他 他可以擴充 喔他可以整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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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對 他可以變胖 就是你東西可以變胖 你可以整個 整個完整的拉開的話 就會 對 他就整個完整拉開 他就會比較寬一點點 就可以 再 再塞東西 但是 這樣拉開以後 就不符合規定了 對 他可以這樣整個擴充起來 可是拉開可能 就不符合規定 所以 如果你用到別家的航空公司 也許就可以用 這樣子 那他就是一個 他的特點 這個就跟那個 QBO的有點像 然後呢 這個行李箱的材質啊 他就屬於是 PC加ABS的 就不是純PC的拉 那所以相對他的單價 會稍微低一點點 但是他是說 他是德國拜PC的 所以這個材質 應該也是耐衝擊 那 現在很多比較平價的 大概都是PC加ABS 可是因為他這個好像有強調 反正他也是有做過一些測試 基本上因為他也有檢驗的證號 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應該也是會通過一些 基本的行李箱的檢測 這樣 可以上那個檢驗局去查詢 那這咖的重量的話 好像也差不多是5點 大概5.12 有比那個稍微 輕一點點 輕一點點 那他裡面的容量是 115升這樣 因為尺寸雖然是這樣 但是他 公升數的容量 還是有稍微有一點點差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把它打開 我先講一下他海關鎖好了 之前影片都有提到 海關鎖的話 就是出國的時候 有時候海關會開你的巷 那你使用海關鎖的話 他就是可以鎖起來 但是又不會被剪 那個拉鍊 會把你拖壞掉 一樣他這邊也是平的啦 所以整體上來講 也不會說 欸 突出太多什麼的 然後容易壞掉這樣 拉鍊很壞 然後他也是這樣 前開開了 對 他這個搭鍊 也是屬於雙齒的防盜拉鍊 等一下我們可以近看 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一樣也是 1比9的 就是上開式 前開式 側開式 反正總之就是他是這樣開的 這個的優點的話呢 假設我們在飯店的時候 空間比較小 你就不要整個攤開來 因為像一般對開式的 以前就是很多都是一半一般對開式的 可能就會 要靠牆啊 或是會比較佔空間 再來就是說 這個1比9的話 他這個容量收納 我是覺得比較好整理 因為他這裡的寬度 是整個這樣深的 所以你要放東西的時候 不會要拆對半這樣 然後他也不會因為 就是這邊太重 如果是一半的話太重 他就會滑下去 或是說 你要整個攤開來 或是再靠牆的話 然後他整個滑開這樣 看一下這個細節 他一樣也是有 偷住的這個繩子啊 因為他不會說 會整個往後面翻 這裡他有做一個收納的拉鍊 那他是網狀 他也是做稍微立體式的啦 收納上會比較好利用 不會說只能放薄薄的 這個打開的感覺 我覺得還是稍微有一點點 質感沒那麼好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少一塊布 對 他這邊沒有這塊布 直接來看一下細節 我們剛剛講到的 雙齒就是像這樣子 防盜的 這種雙齒的拉鍊就是比較 不會那麼容易被筆戳開啦 然後還有就是 因為有這個海關鎖 偷在這裡 所以也比較不會說 欸 可能人家拿原子筆戳 然後偷東西 然後又拉一拉 就看不出來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上次影片 就在我們開那個 網罐的那一咖行李箱裡面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提到 看一下他這邊有 跟你講說這個鎖要怎麼設定 這邊有寫 海關鎖的使用說明 對對對 有使用說明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一樣不是那種 鬆緊帶的材質他也是用布的 然後是這樣伸縮可以調節的 所以也不會有鬆掉的問題 但是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細節 他不是對稱的 你看他這樣比例不是 不是剛好在中間的這樣 而且他拉到底的時候 其實不是這麼低 嗯 他是有點高度 所以我覺得這稍微有點沒有那麼 像那個Boxy比起來 我是覺得他沒有 細節這麼好拉 我再說明一下 就是一般之前早期的這種 彈性會是在這裡嘛 那真正你其實要固定應該是要在底下 因為底下的話 你才能真的去Hold住你的東西 那只是說他這個缺點就是 他拉到極限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空間站 還有就是我覺得他這個 他這個布的質感好像沒有 黃冠那個Boxy這麼好 感覺啦還是有點落差 這邊他有附一個收納的袋子 這邊有一個袋子 然後少了那塊布 我是覺得應該還好啦 其實你蓋起來 是也不會掉出來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那個 蚊子的部分嗎 蚊子的部分 那我們要不要先看外面 然後再看裡面 喔對對對 他這邊其實我覺得 比較外面喔 好像稍微外面一點點 我們之前看那個 黃冠的他這個比較縮裡面一點點 因為有的可能是坐在這個平面 然後再出來 縮一點點 你在拋轉的時候比較不會說 很容易斷掉這樣子 然後這骨幹我覺得看起來也沒有到那麼細 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粗度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裡面有沒有蓋板 這個是遮羞布 它拉鍊在旁邊 欸有沒有看到這個細節 其實他這邊收編就沒有那麼好看 有一些記號什麼的 啊你看這邊有一點毛邊 這裡的感覺好像也沒有 BOXY收的那麼漂亮 然後這邊還有 背面好像有寫那個記號 這小細節啦 是不影響整個功能 可是就是質感的問題這樣 啊畢竟他比較便宜嘛 那我們就拉開來看一下這個 他是這樣整個打開的 看得出來這邊是有蓋板的 沒有蓋板的話 他直接這樣鎖在這邊就只有一片而已 如果假設遇到衝擊的時候 他很容易就飛掉了 有蓋板的話 他就是兩片這樣子鎖在裡面 所以他這邊就是會 盡量的力道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你看到他布的這邊 他就沒有收那個邊啦 然後這邊有貼那個 就是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漂亮啦 沒有那麼乾淨 我覺得就是價錢的差異啦 那大家可以自己成長 但我覺得是應該不影響的功能啦 那他的布的話 我覺得好像稍微薄一點點 跟那個 黃冠那個比起來 你看就是這邊 這些的一些細節 沒有那麼 收的那麼漂亮 拉鍊沒有拉得很完整 他沒有收在這裡這樣 那我們就是把它用遮羞布遮起來 就一分錢一分貨嘛 對啊 每個人需求反而就不一樣 可以你用你的預算然後去看 你想要怎麼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29吋這個價格 其實可以有這樣的品質 CP值還算OK嘛 這邊我再看一下這裡 就是他這邊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已經要 就是有點 沒有那麼紮實 就是 零零這樣子 應該不會影響到使用 我是覺得不影響 因為他其實都有車啦 所以 大家參考 這個網路上好像還沒有開箱過 這一間公司其實也 也做行李箱做蠻久的 我們剛剛還沒講到這個把手部分 拉桿 我是覺得也還好 只是好像沒有那麼滑順 他這邊做的比較直角的 拉久的 可能手會比較痛吧 沒有那麼順是不是 沒有那麼圓潤啊 沒有那麼圓潤 但其實 因為我們也不會一直拉他 所以 也還好 裡面贈品還有 附這個東西 這可能就是一些收納袋之類的 他這個有附幫你附這個綁帶 就是行李的綁帶 然後這個綁帶稍微細一點 行李的綁帶我建議都還是要有啦 因為這樣子 多一層保障 就是箱子比較 會搶固一點點 不會說這樣一摔就整個爆開這樣子 所以 我基本上還是建議大家都還是要準備個綁帶 外箱上面這邊 他其實都有行李箱的細節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檢驗的標章 他這邊就有寫說材質是 PC加ABS 然後也有他的尺寸 然後裝載的重量 這邊有寫他的公司的資料啦 欸? 製造日期是2019年的喔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你買的這個行李箱是鐵灰嗎? 對 這個AOU的 鐵灰色 啊英文叫做 A... Long 呵呵呵 應該是I don't know 怎麼多一片 這不是文化的 這不是文化的 它上面少一個啦 它上面 大寫的話應該要這樣 這邊也沒凸出來 呵呵呵 好啦如果那個廠商有看到這支影片的話 您可以修正一下 那如果想要找我們代言 也可以喔 或是找我們業配也可以喔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就開箱到這邊啦 那如果 A覺得有一些細節 可能沒有講到 可以看我們之前開箱的影片 那個文化的影片應該講的比較 細節比較多啦 我覺得就是多看看 大家可以去決定 要用哪一卡這樣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 請立刻幫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在下方留言 下次影片見 掰掰 再一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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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